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临近年底这是哪个村,又组织团建了,哦 sorry,是DRMEN2021,秋季男装秀,不能怪我,这不仅,这打光,这拍摄角度,未免过于贴近底层群众了,没有说底层群众,不fashion的意思, 但我印象中的,雕家high fashion似乎不该是这,各画风,黑暗中走出了一片儿王俊凯,量词没用错,瘦了25斤,可不是橙纸骗人了,单看红色上衣,不错加上裤子丝,也不能说吵,就是有点眼熟,我出门拿快递,也是这一身,穿着睡裤套个大衣,就走了,唯一的区别是,我取快递不穿拖鞋,但陈飞雨穿,别打听了,很贵, 我不配,黄氏兄弟吃黄锦鱼,他手上拿了个平底锅,不是,扇子黄轩随着镜头拉近仔细看他脸上,那一抹东西是啥,是邪妹一笑,是突然一记歪头杀,贴心圈哥,不知道你们喜欢啥,就都准备了打野,一瞅旁边的俩弟弟,冷漠风情投,GET,其实当天最喜感的男艺人,还不是上面这几位,是他,韩东军这一身,像个逃婚出来,要去革命的新郎, 又神死刚,领完建议勇为奖的村支书,就是不太像迪奥中国乡分世家大使,另外,割你脖子呢,本来就因为举铁,有两个王俊凯那么厚了,这咋还穿个高领呢, 此刻我只想去PTT,退到我刚下单的,那条西装纸筒铺,也太前腿出了,给爱举铁,又不想放弃,时尚领域的PLGG,提两个不成熟的小剑影衣,放弃高领R,贝雷帽能不带咱,也别带了另外有人能看出GOR这场男装秀,是啥主题部? 中国风,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努力,也做不到的事,比如劝国外设计师,放弃自作主张的中国风设计,来,让我们再复习一下,这张神图, 找到金琼斯眼中的忠实传统技艺和材质,其实不难,不就是他们身上,最亮,围,眼,和,的部分吗? 把韩东军变成,村干部的胸前大红花把黄景鱼变成灰太郎的瓶,小,笛,扇,锅,紫,陈飞宇屁股后的流苏,也是黄轩口中的,灯笼翠儿,其实他俩还有各同款, 十二生肖元素的刺绣妖风陈飞宇,这条据说是牛,反正跟我认,时的牛不太一样,至于黄轩这条,啥时候嗯都也成十二生肖了,当然刺绣也好,流苏也罢,这位叫金琼斯,K.I.M. Jones的艺术总监,肯定是有对中国文化,做过调查的,用心程度,咱得鼓励,只不过最后的成品,不太符合国人的审美罢了, 即便G.O.R.请来几位明星模特使穿,似乎也没能改变,公平衣服做二不修,不怕C的我,又专门找来几位艺人的,同款模特图做对比,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的,文,书,名,几,对,剑,话,PS。 韩老师这张真不是,我不给他放高清,是我找遍了拳网,也没有观伯出他走秀这身,只有下面这套裙访图,难道观伯,也觉得吵,不是。 年底了,时尚活动,盛典活动,扎堆板,上热搜的大部分,是女艺人的行头,趁着G.O.R.男装秀,我把这次红毯,也搬来给大家看看,前方生图预警偷偷说一句,有几位还不如,直接穿身上这套去走秀,最后一句我懂了,原来时尚的要义,就三个字,别,开,灯。 部分图片来自,artcrisen,克里森,art,搜狐时尚,art明卡沙,其余来自网络人,如有任何问题,请及时与橘子军联系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